超公正也是 来 来 你拍 好拿 你们看 好 站 先这样子 好 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推动的力量 推动力量都在这边 走 走 你看手拿 手拿起来 有没有 好 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肩膀一定要用手肘来带 你看 这个起来是 这样起来的 这个手是这样起来的 用手肘把它带起来 不是用 你这手肘的 你们在做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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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肩膀 这是不是肩膀 这个是手肘 这个是手肘 对 好轻的 对 好轻的 知道吗 肩膀的活动 不要用肩膀做 要用手肘做 你用肩膀做 肩膀就紧了 我要画一个圈 我要画一个圈 你用肩膀画一个圈 这是用肩膀画一个圈 是不是 力量就在肩膀 肌肉就收入了 不是的 你肩膀要画一个圈 要用手肘画 我用手肘画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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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就松了 所以动作 手部动作 肩膀的活动 你看手肘的活动 用手肘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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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肘来做 肩膀就是松的 手也是松的 手也是松的 大家不懂 这也是一个习惯要改 因为我们的习惯都是用肩 都是用肩 用终结 终结一动两端动 最省力的 最有效的 所以一动 你看 手肘 起来 手肘 起来 要走了 手肘一放 手肘一放 而不是用肩膀做 这是用肩膀做 这是要走了 手肘一放 你看 手肘一放 那么 看不到 要走了 这个要走了 手肘 你看 手肘一落 手肘一落 起来 这也是一样 捧起来的时候 是用走 捧起来 用走 起来 肩膀就是手肘 你捧起来这样子 这样就是肩膀 你看 这样就是肩膀 是不是 是不是 这样是肩膀 这样是肘 这是肘 这是肘 这是肩 这样懂吗 捧也是一样 我要捧下来 你用哪里啊 你不会用这边吧 这是肩 肩膀嘛 不是的 这是手肘 是手肘 手肘 再试试看 去找 去找他 去找他